嗨 我是天天 最近幾個月呢 覺得自己買東西的頻率開始變高了 雖然都是會使用到的東西 但要遵守一個進一個就要出的原則 所以今天呢 要來好好整理一下我的東西 看看有哪些是可以極減掉的 最近也更新了幾件衣服跟褲子 覺得衣櫃變得有點滿 先從褲子開始好了 冬天的褲子本來有兩件褲子 然後買了一件卡錫褲現在身上這件 然後後來呢又買了一件這個 純Cashmere的褲子 超級舒服 這件留著 這幾件呢整個冬天都有穿到 所以先留下來 比較少穿的就是這件黑色牛仔褲 因為它開始有一點褪色 變得有點灰灰的感覺 我現在就不是那麼喜歡 雖然說這件是我當初花很多錢賣的 還拿去改得比較合身一點也花了不少錢 但穿了這麼多年還是滿值得的 所以謝謝你囉 嘿 冬天的上衣 總共有三件毛衣 這件也是新買的 也是純Cashmere的羊帽 一件黑色一件灰色一件藍色 這都有穿到所以先留著 一件大學T 一件這個叫什麼 臉帽 不管啦 反正這兩件也都是有穿到的 嘿 冬天的外套有兩件皮衣 一件牛仔外套 這件很常穿先留著 然後這件皮衣也很常穿 也是很留著 還有一件灰色的皮衣 寫給 女朋友帶出國的 這件已經十幾年了 本來一直想要丟掉 當初入手的金額也是滿貴的 然後我也拿去改得很合身 但是呢它開始有點破損 像這個腋下的地方 還拿去補 用另外一件改布料拿去補 有一些比較常摩擦到的地方 可以開始退出 但我還是先留著好了 冬天三件外套 喔還有這個 這是剛好COSE換季的 買了一件比較短一點的圍巾 原本的這一條有點太厚了 但是我又滿喜歡這條的顏色 先留著 然後明天看看 比較常戴哪一條 這件這條我真的滿喜歡的 兩條圍巾 東西就先這樣 T恤的話就先留著 每一件都會穿到 這件是穿過 還沒洗 這件白色Polo 3呢 剛初買的時候我還滿喜歡的 但是去年整個夏天我都沒有穿到 我覺得這個領子 好像有點太大了 比較不適合現代的我 先不要 褲子的話 一件亞麻的短褲 兩件亞麻的長褲 但是這件深藍色的 買了之後洗一洗 也是褪色的很嚴重 然後現在變成有點 灰灰的感覺 看得出來嗎 就是邊邊的地方都有點褪色 但是我都是用手洗 不曉得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件我先把它放在保留區 看看之後是不是都換成淺色的 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比較特殊的綠色短褲 也是cost 這件入手滿久 但是穿的頻率比較低 不過它真的很薄 還滿好穿的 這問題先留著好 夏天四條褲子 兩件先保留 然後內搭的話兩件 發熱衣交替的穿先留著 不好意思有點哈斯卡西亞 內褲剛好八件 一個禮拜洗一次衣服 然後剛好七件 洗的時候還不用光屁股 襪子最近就全部換成一樣的款式 這樣我要穿的時候呢 就可以隨手拿 非常的方便 還不用怕拿錯腳 睡覺的家居服 兩件黑色的T-shirt 交替的穿 兩件運動服 其實現在都在家運動 所以我就先留一件肉 謝謝你 然後一件運動的短褲 睡覺的時候可以穿 然後一件薄的外套 然後這一堆的話就是床單 現在都是早上洗床單 然後到晚上睡覺的時候就乾了 應該留一套就好了 那這套就 先不用 謝謝你 衣服的部分就是這樣子 像衣櫃下面 就是我的一些雜物 那我不希望裡面塞滿很多 我不會用到的東西 這一年買了不少的攝影器材 反而留著包裝呢是想說 也有可能賣掉的價格會比較好 或者是壞掉維修的時候 還有保護的證明 但我最近想想 應該不少東西都可以 線上註冊保護了 可以清掉不少這些包裝的盒子 我把上次盤點完的物品清單呢 全部都轉移到Notion裡面 所以我現在可以很方便的 把所有產品資訊 保護 統統都放在裡面 但我下次就不會忘記 或者是需要查的時候呢 就很方便 這個則是原本人提供學儀的頭枕 做久了反而覺得有點不合身型 拆掉這麼久我也沒有不舒服 所以應該也不需要了 另外這個是我一下子買的幻星燈 照起來會有一種完美的感覺 但拍起來太像少女 不太適合我現在想要拍的電影感 所以看看可不可以買掉 最近收到滿多人私訊問我說 要怎麼決定要不要丟掉 或者是極簡的心態怎麼調整 我覺得呢對於極簡這件事情 不能太心急 很清爽的生活當然是很棒 但我們追求極簡就是希望生活能夠更簡單 如果反而因為追求簡單生活這件事而增加我自己的困擾 我覺得就有點本末導致了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其實極簡跟你擁有多少數量沒有關係 適合你生活的極簡跟別人也不一樣 說不定你的工作是維修的工人 或者是繪圖的美術人員 那你自然會有很多工作上會用到的工具 不需要跟別人比較的 怎麼這麼多 這一年沒用到的我就要直接丟掉 先分類 生活類 工具 3C 好了 我們就一件一件來看吧 這些文具跟鋼筆啊 都是我原本很喜歡練習寫硬體字的時候買的 但現在我反而更喜歡專研拍攝影片這件事情 然後我也想把時間跟精力都專注在這件事上面 沒有什麼時間再分配到練習寫字上 那我就把這支鋼筆送給別人吧 不要的不要的 留留 這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 護照感覺快要用到了 這個台灣的疫苗卡感覺可以丟了 反正現在沒有在管制了對不對 丟 鋼筆的墨水也可以送人了 證件照我應該也不會留了 反正換新證件的時候我一定會去拍新的 所以就的就不用留著 我甚至都沒變啊 AirPods的套子竟然還留著 我也不可能換啊 丟掉了 這是真的蓋子的存責 我受不了了 我現在就好馬上去用 那我要結清 現在比較很快 喔對 不會不會不會 繼續吧 3C工具類 有在用 之前拍片買的放大機 已經一年沒用了 櫃子的縮屏書 開櫃子 開櫃器材 我覺得不要害怕丟錯東西 一直想說 以後還會用到 那一輩子都丟不了 我都不知道晚餐要吃什麼了 還為了可能會 或不會發生的事情做準備 如果真的丟錯了 那也沒關係 我還換到了這個學習的經驗 更了解自己真正需要什麼 總有後悔自己做錯了 覺得電影那一點幫助都沒有 表示你一點東西都沒有寫到 還是那個一樣的你 對吧 很多人覺得 丟東西是很浪費的事情 但其實你早一點丟 對這個東西來說 他早一點被回收 或是到其他人的手中 反而更能發揮他的價值 就像玩具總弄圓的小組人長大了 所以把他的玩具 送給更需要他的人 如果因為捨不得 而一直放在抽屜裡 他們反而像被囚禁在籠子裡的鳥 對吧 好